闺蜜圈的姐妹们大家好,我是Melody,来自闺蜜联盟的二群,目前居于深圳,我是一个大红色性格的一人,也是一个在美业生根六连的美业人,目前我从事的是轻衣美抗衰类和高端相亲类两个板块,专业就是为每位姐妹在保留原生容貌的同时,打造高级的电影脸和高质脸。 今天我站在这里,不仅是为了竞选,更是为了分享一段成长、蜕变与共赢的故事。 在人生的舞台上,我曾是一名辞尽选手,通过不断的努力从伴侣那里收获了不错的爱与八位数的物质支持,但真正让我蜕变的是在区区的影响下,我开始转向雄近, 用同样的坚韧与智慧,定下目标,要在每一夜闯出自己的小小天地。 更重要的是,这段经历让我深刻理解到,分享、组织与责任心是我最大的财富。 这个月初,我和一群的甘露在深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,线下有39名闺蜜圈的姐妹欢聚一堂。 聚会举办得很成功,这场聚会让我看到姐妹们有很强烈的链接需求,让我意识到线下真正的意义是同频共振,交换信息差,互相赋能,传递正能量。 这次竞选有个场外投票,我在场外发起理事会投票,短短半天有1090位朋友为我投票,这里面有1000位都不是闺蜜联盟的成员。 线下很多人来询问我,曲曲是谁? 这场投票让更多人关注到曲曲,让我也感觉到我做的这件事情正确且有使命感。 我结合自身的资源,人脉以及业界的影响力,可以让曲曲和闺蜜联盟被更多的人看见,并且能帮助到更多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,拔高女性的地位,真正做到主宰自己的命运。 证实这份力量,让我有信心,也有能力为闺蜜联盟张罗大小事宜,传递我们的联盟精神。 今天,我站在这里,我想说,如果我能竞选成功,我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听取闺蜜姐妹的呼声,联合其他理事会,定期,组织,各种线下活动, 包括做公益和各种分享会,到闺蜜圈姐妹的参观和学习,配合各位有需求的姐妹的资源对接,分享美,传播美,让每一位姐妹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密码。 美丽的公主也需要歧视的呵护,目前,我和闺蜜联盟的另一位姐妹已经成立了高端婚恋相亲机构,经过详细被调的高净值男性群体资源,将优先向联盟中的姐妹和金贵圈的姐妹们开放。 对于加入闺蜜联盟的姐妹们,我有几点期望,首先,要绝对认可取取的价值观,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支柱, 其次,帮助每位姐妹都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跃迁,无论是慈敬还是雄敬,都能通过努力拿到一定的成果。 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是拥有一颗慈悲心和利他心,愿意伸出援手,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姐妹。 对于闺蜜联盟的发展,我充满期待与信心,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, 闺蜜联盟将成为每个女性都向往的成长的摇篮和成功的舞台。 我们将一起学习,一起进步,一起美丽,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篇章。 在此,我诚挚地请求大家给予我这个宝贵的机会,让我继续为姐妹们服务。 我承诺,将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当当,不忘初心,如我的竞选口号那样。 我们俊克女性成长的历史,也将共同见证闺蜜圈女性崛起的未来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